那你是不是自身不是 我现在听课的人 依靠早上吃早餐的人而生 但是这个并不代表是依靠自己而生 为什么呢 今天吃早餐的人 跟现在听课的人完全不一样的人 不能代表自身 你现在听课的人 跟吃早餐的人是完全不一样 这两个是英国的关系 你早上吃早餐的那个人 你的情绪跟现在你的人 现在听课的那个和他的后续 这两个生命有没有长短的差别 一定有 早上你吃早餐的谦逊 那个人比你还是生命长一点 差不多最起码三四个小时 你看我们一般人就是 前后直为一 这种的概念真的很强 法称讲的就是长直 比如说你早上跟晚上直为一 昨天跟今天只为一 类是这样的 那你看我们这种的概念 颠倒的概念太强了 所以我们问的时候 有没有自身 有啊 现在的你依靠吃早餐的那个人而生 这个也是你啊 那就长不过来 你现在听课的人 是不是依靠你吃早餐的 早上的人而生的 是 你是自身吗 不是 是你依靠早上的那个人而生啊 既然没有错 你就是依靠早上的那个人而生 但这个并不代表是自身 为什么呢 这两个是不是一个 多一个提醒的 自身是什么呢 日后的结果 依靠自己而生的话 自己依靠自己而生的话 这个叫做一个自身 第二个是说 日后的结果存在于因的当下的话 这个叫做自身 那今天我们所谈到的 现在我们听课者 依靠着早上我吃早餐的那个人而生 但这个不是一个自己依靠自己生 而且我存在于早上吃早餐的当下 这两个都不是 所以我们不能承认我是自身 其从他 那其从他的时候 那就是依靠他而生 就是我们破除他生 那破除他生的时候 一定要加以节别 加了什么东西呢 没有依靠自信成立因而生者 如果依靠自信有的因而生者的话 这个叫做他生 自身的话不需要加自信成立 原因是什么 自身本身是不需要加任何的东西 直接讲说没有自身 自己依靠自己而生者 绝对没有 第二个 任何的结果存在于因的当下者 绝对没有 所以绝对不存在自身 那他生的时候有点问题存在 原因是什么呢 任何的结果依靠 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他的法而产生者 可不可以说是一个他生呢 绝对没有的 他生的概念跟任何的结果 依靠其他的因而生者 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生就是张用名词 他生是什么 他生就是依靠自信有的因而生者 叫做他生 没有他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依靠自信有的因而生者 没有的 所有的结果都是依靠无自信的因而生者 其实这个不要急了 慢慢的去理解 其实中论当中最难的就是破四边 又是破四身 这些都是最有名的 有名的意思是什么呢 第一方面直接破除 他人的不正确的看法 而成立了自己正确的看法 他生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容易误会了 比如说我们都是依靠其他的因而生 那为什么不叫他生呢 他生的意义不是说 你依靠其他的因而生 成为乔治他生绝对不是 他生的专用名词就是 自信有的因所生的结果的话 这个结果就是叫做他生 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 因于自信有的因而生者的话 这个叫做他生 第一个有没有自信成立的因 没有嘛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追问的话 那为什么没有自信有的因呢 因为所有的因都是无自信之故 为什么叫做无自信呢 因为一切的因缘都是缘其系之故 为什么缘其呢 因为一切的法都是依赖他法者 所谓的缘其 缘其的原因是什么呢 缘其原因是存在自己 必须要依赖他法者 你看这个一连策的 就是道理都是一定要 脑子里面一定要盖起来 建立起来 那依赖他法的这个概念 就是一定要依赖是什么样的依赖 比如说依赖他法 有不同的很多的角度来可以推理的 粗的 细的 深入签索角度来可以思维的 真正的缘其 这个维系的依赖他法者 了解是不是结结单单的 比如说幼苗依靠种子 你了解这个不算是了解缘其 真正的缘其就是一定要达到 最维系的缘其的内容了解的话 才算是就可以了解缘其 我举例来讲 你通到限制无常吗 可以啊 我现见无常啊 原因是什么 我的杯子打破了 返户倒塌了 车子损害了 其他人是会死啊 这些都是粗别的无常 你了解认识到这样的 不算是一个了解无常 最维系的无常的道理了解的话 才能算是一个了解无常 宪政无常者 都是最起码是 甚至一山境界者 一模一样的元气也是这样子 没有自身是我们容易回答的 如果有自身的话 其实有自虚成立的 不需要其他依靠 任何其他的法 能处自己方面成立的自己啊 承认自身的话 其实你是一个承认自虚成立 那他身的话 为什么没有太身呢 简单来讲 没有自虚成立的因啊 没有自虚成立的因的话 绝对没有太身 太身就是任何的结果 依靠自虚有的因而生的话 这个叫做一个他身 那基本上没有自虚有的因的话 依靠他而生的结果有吗 绝对没有 透脚不存在 依靠透脚而生的结果有没有 没有的 第三个 亦非共生 这非常简单的 如果没有自身 没有他身的话 共生就绝对没有的 共生是什么呢 自身他身 加起来 所生的结果出不存在 绝对没有 没有自身又没有他身 怎么可能有共生呢 那第四个很简单的 无因而生 绝对没有无因而生者 原因是什么 任何的结果都是 依靠因缘而生者 绝对不是无因而生者 这样的慢慢的去思维推理的话 那就可以破自身 彼主彼身无少得 生以复生不应理 他说假设 我们承许自身的话 那再生也无所少得 就是一点都没有功德 已经生了 再生是没有功德 功德这个是 不要想到说平常讲的功德 不是这个意思 没有什么起到任何作用的意思 已经生了 再生这样讲的话 没有什么任何的意义存在 任何的天下所谓的万物 都是新生者 没有救生者 这个法称的说法 没有救生者的意思是什么呢 天下所谓的生者都是 一生 第二次那就灭了 灭了之后再也不会生 永远不会生的 所以天下所谓的万物都是 新生者 没有救生者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概念是什么呢 永远救生者 从小一直生 到现在为止 一直不断地生 但是每个阶段生者 各自自己的本身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佛教加了一个 同一个相续 同一相续 同一后续 同一相续是什么意思 一个序流不中断的改变 所以留下了一个痕迹 就类似一模 你生者 生了以后 它的后续 还是依然存在的 但是你的后续存在 并不代表是你还是依然存在 你的前续存在 你并不代表你存在于那个当下 所以我们自身承认的话 结果都是存在因的当下 如果存在因的当下的话 那比如说种子 由于种子因缘具足 发芽的当下 苗芽已经生了 再来发芽又生了一次 那个没有什么功德 没有什么其他作用 这个奇怪的吧 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因的当下决定没有 它所生的结果 它所生的结果 一旦产生的那一刻 它能生的因素已经灭了 不再了 那这个一个因果的概念 我是依靠母亲而生的 这个以后的都是进取果 第二刹那以后的 为时之间的你自己的身份 都是尖尖的依靠母亲而生 你为时之间的都是可以依靠母亲而生 可以这么说 不可以说直接依靠母亲而生 这是时间不对吗 对不对 指尖就是你跟母亲之间 没有其他的因素隔阂的话 这个结果是直接依靠他而生 那你现在的状况跟 一开始能生的母亲除了你们两个之外 还有很多的因素隔阂的话 这个不是一个直接生的 这是尖尖生的 以及生再也生 再一直不断的生 这样的话就很多都过坏了 这个是完全超越了逻辑 平常我们讲的超越时空 超越时空是存不存在 绝对不可能的 你完全回归到几千年 几几几年的历史 这个回归到这个地方 这不可能的嘛 所有的生者都是 后面后面生 前面就没面了 如果后面生 前面不面的话 那你永远都是年轻的 绝对不会老了 每天都一直生 就是阴影的当下也存在 那种子跟自己同意的提醒 你生的时候 种子也生的话 那种子永远都是存在的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比充比生就是 任何的结果 依靠自己而承认的话 绝对没有任何的功德 任何万物的一个起作用 它的能力就是叫做功德 自身存在的话 医生干嘛不需要 我自己自己生的 对不对 我不需要依靠妈妈 对啊 我自己生出来的 就像梁花生大师一样 生疑 复生不应力 你已经生了 需要他再生的 这种概念是绝对不合理的 若即生疑复生者 次因不得生亚等 如果你承认了自身的话 变成很奇怪的 若即生疑复生者的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你任何的结果存在于 阴的当下的时候 阴的当下已经生了 再幼苗的时候又再出生 那是奇怪嘛 已经生了又生是绝对不需要的 当下种子跟苗芽是同体的 这是我们理论上来讲 一定要这样的推理的 那如果你这样子承认的话 苗芽存在于种子的当下 跟种子合围的同一个体系 除了种子体系之外 没有苗芽个体的体系 那这样的存在的话 再来产生苗芽的发芽的时候 种子的体系还依然存在 这也怪怪的 第二个是说 如果种子的体系依然存在的话 那合理的逻辑上来讲 苗芽还是没有长 原因是什么 苗芽产生的时候 平时种子已经灭了 这个是一个合理正确的概念 他说正确的角度来去思维的时候 那你看这里讲的 若即生以复生者 如果你自生承认了自生 苗芽存在于种子当下的时候 种子跟苗芽是同一个体系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苗芽再不需要才生苗芽 原因是什么已经生了 再生也没有意义的 不需要再生 那再生苗芽的时候 次因就是这个阶段 应当我们得不到苗芽的问题 得不到苗芽的问题是什么呢 还是种子依然存在 种子依然存在的时候 种子所生的苗芽 绝对不会存在的 那你苗芽不存在 合理逻辑上来 种子依然存在的当下 苗芽不会产生的 看到苗芽发芽的当下 种子已经灭了 种子已经腐烂了 它腐烂了 冯雄才有就是产生了结果 它结果一旦产生的 那一个种子能力 已经消失掉了 那你种子依然存在的话 你苗芽找不到了 就是这个道理 这一定要动一动脑子 不容易了解 但是这些都是过去的 大成就是他们的逻辑概念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精准 非常的正确的 那我们就是慢慢的学 不要急了 如果你急的话 就是学不到任何东西 好逸无劳是什么 想要得到最好的最美的 但是付出的时候 涂泥带水 完全是一个一直拖延时间 比如说上课的时候 还有实修时间也好吧 都是一样 比如说学习的时候 这一次廉价差不多一两次 那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觉得 这两个礼拜没有去上课 有点可惜的感觉吗 或者是没有上课 也是很轻松了 跟朋友约 跑到海边去喝个咖啡 聊聊天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些人说 这几天没有上课也是很好 所以跟朋友一起去玩一玩 如果你拥有这样 如此感觉的话 那你不珍惜 你不能珍惜 你不会珍惜 这种的情况 反馈给你的信心是什么 反馈给你的信心就是无所谓 佛法当中所提到的就是 六度万恨 六波罗蜜多物 我们对自己的精神 对自己的心理 有什么好处 有无好处 你去尝试 利用它 才能知道 那我们一般人的习惯是什么 嘴唇上挂着一个六度万恨 表里不一 内心绝对没有去接触 那只是嘴巴上念一念 六度万恨 对不对 布施波罗蜜多 直接波罗蜜多 经济波罗蜜多 陈地波罗蜜多 安热波罗蜜多 但是你内心没有去使用的话 它的效果不会展现出 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来 这样的话 你六度万恨怎么去修的 完全不知道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晨慧 我们俗话的话 恼羞成功 生人家的气 这个气是对你而言 精神也好 你的心有好处吗 人人都知道 对不对 生人家的气 伤害自己 对不对 其实不好 那你不好的话 你如何遮止 晨慧 很多人说 道理我懂得 做不到的 其实你也道理不懂 你以为懂 但是不懂 晨慧的过坏 统统我们了解了之后 我们如何去遮止晨慧 遮止晨慧的意思说 想尽一切办法 想法设法 不要让自己恼羞成怒 不要让自己晨慧现实 这个叫做一个始修世界 一旦 一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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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烈的 晨慧现实的当下 带来给你什么样的情绪 观传自己 没心自慰 哎呀 晨慧不好 但是明智过坏 完全纵如 晨慧的现实 那你这样的话 以如往昔 从头到 没办法去遮止他 没办法去对治他 那这样的话 你修息 修到哪里去呢 所以佛法当中 所提到的就是说 修安忍 修安忍之前 一定要了解 安忍的功德 你这种的了解 安忍的功德 安忍的长处了解 之后 相反 晨慧的过坏 他的污垢 了解的话 那我们这两个 是我们平时讲的 取舍的部分 你看该去的是哪一个 该去的是一个安忍 该舍的是哪一个 该舍的就是一个晨慧 刚刚好恰恰好 就是对症下药 晨慧直接对着就是安忍 那你日常生活当中 不断地去修安忍的话 那你是弥附其实的一个修行者 一边休息 一边累积福德资料 一边是得到了无数的快乐 就能建造了建立了一个 内心合璧的环境 其实你从早上到晚上 过生活之中 不断地警惕自己提高警觉 我不认识遇到日后快乐 我绝对不会发脾气的 我一定要做好自己 对 一定要修包容 一定要安忍 其实我们世界上 生活上用的就是包容 度量大不大 佛法上装用名词是安忍 不断地修安忍的话 那晨慧就没有他 选习的机会 那这样的话 由于晨慧 导致所造成期许不好 连受痛苦的这种 完全解决了 不能修安忍的话 晨慧就没办法遮止的 每个兴趣当中 也不同种类的烦恼 所以说不起的 但全是美热和等等的烦恼 我们就是中观里面 所谈到的就是 他告诉你 你如何去脱离轮回 脱离轮回的机会 有没有烦恼穷迹的时刻 他说有 那如何去我们承办 自己的解脱 或者旧经验吧 他就是指出了一些的方式 必须要有通道无我的智慧 有空心界 通道无我的智 才能你达到解脱骨 或者是一个旧经验吧 没有通道无我的 见解和智慧的话 你只是修一些的方便法 慈心背心 菩提心 观修这样的 没办法达到了解脱 或者是旧经验吧 无明我直是一个轮回的根本 你看十二元气当中 开头是什么 清晰东间是什么 无明嘛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你看在西藏的寺庙 习俗上来讲 那个大门口 左边右边就是画了一个图 这个图里面有十二阴远 十二元气的一个图 中间有蛇 鸡 猪 就是围绕着 对不对 中间有这三个 这个代表是什么 贪称池 贪称池里面 池是最坏 所有的轮回 不幸的都是 一于 无明 我直 而产生者 我们 想要解脱轮回的话 必须要断除 我直 这个应该的 既然我想要 解脱轮回 但是我不能 想断除 我直 这个是不合理的 比如说 我举例来讲 你想要 一百万 一辆车 你想要买 你一定要 筹备了一百万 你说我只是 付了五十万 我想要买 一百万 一辆车 这合理吗 不合理 少年时代 中年时代 老年时代 每个时代的 感受不一样 追求的目标 不一样 那现在我们 大部分人来讲的话 几乎都是 世间的 事情都是 一个经历过了 那这个过程当中 你获得了什么 你做到 能做到什么 你想想看 几乎都没有 徒劳无功 其实我们付出很多 但是所得到的反应 结果 几乎都对你自己 没有什么意义的 那唯一的 我们想法是什么 那我从现在开始 我一定要 对今生 有意义的事情 做出来 不仅仅是今生 我对于生生世世 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 我一定要今天 去开始做起来 我们要有这样的 一个思想 对不对 我在什么场合 跟谁对谁讲 我都就是实话 告诉大家 我完全不会考虑是 你想不想听 我平时也是 对于这个大楼的听众 差不多500位 跟他们讲 他们有的时候反映出来 确实是收益很大的 你说的是真实 他们看到的就是 现在学佛者当中 乱下就是如此 我们不是故意的 刻意的去破坏他人的信仰 学佛者 或者是一个 作为一个佛弟子 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什么意思 不要追求这个莫名其妙的 水水道道的这个 其实我们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可怜 众生是真的很可怜的 我绝对不能说 你是好可怜 没有衣服穿 没有食物吃 这不是 衣服可以穿 吃饱 穿暖 还有就是温暖等等 人生的意义就是这样 那如果这样的话 就是完全是猪狗都一样的 他们也吃饱温暖 他们这样就 他们就已经满足了 古代人的 说的 忠言逆而 脸要苦苦 这相对我们众生来 反复众生来讲 我们反复众生 追求的 想要听的都是 赞美 赞扬 好听的话 这番话的内容 能不能对峙你心中拥有的烦恼 你考虑一下 绝对不会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你就是倒过来走 我跟你就是配合你的看法 说哎哟你想的对呀都是很好 你做的也很好啊 每天都讲 那你就是越来越硬凹的 傲骂就越来越喷战起来 那你改善的机会都没有了 就是这番话对你有好处坏处 你想想看 那一个人直接跟你讲说 你这样的想法不对了 颠倒了 其实这个一定要改过想象 那你以为是对的时候 这种对你而言是逢次的言语 你以为是哎哟 这个胡说八道 不想听 忠言逆而就是这个意思 他真正有改变你的习惯性的一个能力存在 所以到目前拥有的习惯性 跟这番话的内容是完全是敌对的 这番话的内容才对你有用的 那我们一般人不是这样的 我们一般人都是一定要追求 想要听自己喜欢听的 你喜欢听的 喜欢看的都是烦恼的事情 这是99%决定的 原因是什么 我们有史以来也好 从小到现在为止也好 我们的习惯都是一个烦恼的习惯 有些地方你想想看 我们自己也看手机 看电影 你看电影 过夜也是还是精神满满的 那你听佛法课 撑不住一个小时 打瞌睡了 你看我们的习惯就是这个 这个阶段讲的破了四边的原因是什么 破四边的原因就是 其实针对外道 数量牌 他们所程序自身 时间破除他的看法的时候 顺便就破除了 我们的不正确的概念 透由这样的方式来破除 数量牌的不正确的看法 自身的看法的破除他的时候 尖尖的你 得到了一个正确的智慧 哇 这个是错误的 我也绝对不可以这样的认可的 这种的错误的概念 这个是胡说八道的 哭血来风的 没有道理 认识到这些的内容的时候 那以后看 《心经》里面提到的就是 不生不灭 不够 不净 不真不解 事故空中无事 《金刚经》当中提到的 如说木泡影 乳电 应作如始观 那在中观根本汇略当中 不生 还有不依不来 不去 类似这种内容就容易了解 那应该我们破四身的时候 第一个阶段就是 开始就破了自身 自身是比较简单的 不需要加以级别 我们简单来讲 有没有自身 没有 原因是什么 所有的生者都是 一余 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他的因素 而成生者 那这样的话 绝对没有 那如果你承认了自身的话 有什么过坏 那我们接着讲 这里月称就是告诉我们 如果就像苏论牌一样的 其他的一个承认 承许 自身的话 有什么过坏 若即生以复生者 若即就是这个即代表 是一个承许的意思 承认的意思 如果你承认了 现在生 再需要生的话 那你才生苗牙的那一刻 就像如种子一般 牙也得不到的 看不到的 这个道理是什么 外道速率盘怎么承认